大家好,欢迎收看娱乐明星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。 杨子最近的绯闻又多了起来,目前网传的绯闻越来越多,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。 杨子目前一心扑在事业上,没太有时间谈恋爱,而且他现在不太想找圈内人,家里人还给他介绍不少圈卖人。 都是青年才俊,各方面条件都不错,但从来没有成过。 杨子曾表态想在35岁之前定下来,这方面还是随缘。 杨子多次强调单身,实际上就是为了减少CP,不想让自己总与90小生捆绑,同时想一点点扭转少女的印象,让大众接受更成熟的自己。 他网上的绯闻有好多,一个传闻是杨子主演的剧中男二还是男三,曾疯狂地追求过他,在剧组就不避嫌,还多次寻找与他合作的机会。 他在谈什么剧,男方就打听男二男三,总之就是想进水楼台先得月。 这个男生家庭条件相当好,但问题是他挺糊的,嘎位上与杨子差了太多,周围人都认为不般配。 如果两个人真的成了,恐怕就是第二个张子峰的感觉,女方还要在事业上提携他,杨子头脑还是挺清醒的,并没有愿意。 另外还有传闻称杨子被男粉丝追求,男方是京城的二代,个人条件也不差,就是喜欢看他的戏,通过自己人脉去结识的,还一直去追求他,两人并不熟悉。 这种追求是有一点粉丝崇拜心理,明星对这种感情是很担心的,其实这种粉丝迷恋,男明星遇上的更多,特别是年轻的男流量,追星变成恋爱的话,其实有一定的难度,双方也没有时间来相处,而且感情基础并不牢固,杨子对这种追求也不感冒。 网上传过杨子谈过了三四段恋爱,实际上只有两段,一个是大学同学贺鹏,另一个就是公开过的秦俊杰,杨子在恋爱方面还是很谨慎的,与贺鹏是大学理事好友,大学时男方追求过他,两人在毕业后才谈恋爱,不过谈了不到一年就分手了,主要是性格不合适,加上当时女方事业上太忙,据少离多也是主要因素。 不过两人分得很体面,双方有不少共同的朋友,贺鹏从来没有拿这段恋爱炒作过,一直低调地拍戏。 31岁杨子否认新恋情,多次强调自己单身,害怕被90小生利用炒CP。 前见杰与杨子因为是欢睿的同事,经常在一起拍戏,消失了快两年后在一起,不久还主动公开了这段恋情。 生活中的杨子性格大大咧咧,这段恋情是女强男弱,维持下来其实挺难的,像蔡少芬张尽差距大,女方不停地对外夸赞她,维持对方的面子,哄得老公很开心。 一般女强男弱的情况下,男方心里难以适应,很容易有心结,特别是恋爱中杨子的名气越来越大,钱俊杰同为欢睿的小生,却不温不火,双方的差距太大。 杨子在这段恋爱中陷得挺深,不仅主动公开了恋情,一心想帮衬秦俊杰的工作,还透露曾在亲爱的客栈中因为做了一个梦,看见男友与同族女演员恋爱后痛哭。 说明杨子对这段恋情没有安全感,还有一些焦虑,两人算是因戏生情,在合作拍戏后走到了一起,之前没合作时,作为同事没有太多的火花,钱俊杰甚至在青云之剧组,对杨子当面称赞赵丽颖漂亮,说明两人并非是一见钟情,杨子也并不是她喜欢的类型。 当初杨子和钱俊杰分手时,张雪莹因为胡辣汤陷入争议,杨子还仗意为她发生,实际上两人分手,确实与别人无关,两人并没有第三者,主要是双方差距越来越大,男方压力有点大,另外就是公开非诞生,对她的事业有影响,加上公开恋爱后两人的点点滴滴,都要被热议,公开恋情确实不明智, 一般来说明星如果不是要结婚了,最好不要公开自己的恋情,不然什么事都要指指点点,像罗锦唐烟绯闻传了几年,直到快结婚才承认了,这就是很聪明的做法。 两人公开的时候就是一时冲动,甚至经纪公司都不知道,主要是太年轻,两人把事情想太简单了,没想到一举一动会成为焦点,而且双方的粉丝还互相看不上, 女方的粉丝认为对方高攀了,认为男方配不上,男方的粉丝认为这段恋情,对男方的工作有影响,比如不能炒CP了,还会损失女友反,而经纪公司面对自己旗下一人相恋,实际上也不支持,两人的恋情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,加上太年轻不会处理, 这段恋情就无奈终止了,杨子在这段恋情结束后就一心搞事业了,其实他谈恋爱并不影响事业,现在也不需要炒CP维持热度,网上传的他的恋情,什么张一星,肖战,张一山,程毅,李现,这都不是真的,最多就是朋友关系,当然圈内外追他的人不少,大多都是不知名的演员,或者是圈外的富二代, 杨子对此没什么想法,他对感情很小心,一定要比较了解对方,才会考虑发展恋情,主要是从小家里人和经纪公司总吓唬他,说很多人会利用他,并不是真心和他交朋友,网上多次传出杨子与90后小生的CP,几乎当红的90后小生,都与他组过CP,实际上这一点杨子并不高兴,因为他和贾玲的情况不同, 贾玲即是再多的CP,大家不会当真,只当做娱乐,但杨子的CP是真的很多人科,被认为是真的,别说圈外的人,连圈内的熟人,都会去问他是不是和那个谁在一起了,杨子与张一星的绯闻传出来后,马上有很多圈内的人亲自问他,以为两人真在一起了,杨子还特意上向往的生活澄清, 实际上杨子并不喜欢炒CP,他的CP一部分是巨方营销出来带热度,一部分纯属就是不明所以,突然蹦出来的 31岁杨子多次强调自己诞生,主要是害怕被90小生利用炒CP,毕竟90花当中流量大的不多,杨子又有百搭CP体质,很多不红的90小生很希望与杨子组CP炒热度,想让女方带火自己,通过综艺或影视剧,成为一对CP后,给自己一定的流量红利, 但是杨子自然是不愿意的,这么做对他又没有好处,而且CP太多了,让影视圈总找他演爱情偶像剧,现在他想走的是成熟通透的大女人路线,多接一些搞事业的成长型女生角色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,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